她当了十年渔民 为了心爱的姑娘 要上岸创业 市场上卖鱼 却生意惨淡 半年只赚了一千元 那我不想赚 那我卖了我也想赚钱 遇到一条奇特的鱼 它的命运从此逆转 一条西汉鱼 让它悟出了赚钱门道 2017年销售额达到700万元 看海南三亚的萧石城 如何巧招卖鱼 海上淘金 欢迎收看致富经 先给大家看几种鱼 您瞧 有这种眼睛特别大的 有通体发红的 还有像这样体长1.48米 一条就重达120斤的 这些都是今天的主人公 萧石城卖的鱼 以前萧石城卖鱼生意惨淡 半年只赚了一千元 后来他突然悟出了一个赚钱门道 2017年销售额就达到了700多万元 他说能扭转命运 全因为遇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鱼 咱们今天就跟他一起到海南去看一看 同时萧石城的直播还在继续 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金官方微信 参与互动直播 您将有机会获得由 萧石城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 今天萧石城要出海收鱼 他告诉记者 要想知道他年销售额700万元的财富秘密 就得先跟他一起去找一种特别的鱼 正是那种鱼改变了他的命运 我带你去找一条很新鸮的鱼 五银六色 嘴巴就像鸚鸚那样 立得像翡翠 很漂亮 萧石城说 在见到那种鱼以前 他半年只能赚到一千元钱 但自从遇到那种鱼 他忽然悟出了一个赚钱的门道 让他2017年的销售额达到了700万元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鱼呢 出港前放上一挂边 这是渔民的习惯 祈求一帆风顺 满仓而归 渔船在海上行驶了六个小时 到达了距离海岸线四十海里的水域 没想到还没见到那种神秘的鱼 就先遇到了几位特殊的朋友 他又来了 好多鸡的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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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来 体系好 五只海豚围围着渔船来回嬉戏 这种情景 即使是出海十几年的老渔民 都很少碰到 碰到海中的感觉 那个有灵性感的 还有遇到那种幸福的感觉 小小的插曲 让萧石成找鱼的尽头更足了 他将船靠近一艘钓船 打听有没有那种神秘的鱼 神秘的鱼没找到 但萧石成却说 他一定要找到给记者看看 因为那种鱼对他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因为这也对我的启发 启发了我就是一步来 从为道友 一路就输 就看那条鱼了 对 萧石成顺便收了些其他品种的鱼 鱼船继续在海面上开了一个小时 我们又遇到了另一艘钓船 两艘船一靠近 萧石成一个箭步就跨了过去 但当记者要过去的时候 却发现这一步可没有那么容易 从5月1日开始到8月15日 是我国南海的休雨期 大型的突网船不能出海 只有收购船和小型的吊船可以 鱼不能撒网捕捞 只能通过放鱼钩的方式吊上来 大爷来了 奇迹实现了 这是十八一半 对 红点半 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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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式各样的鱼钓了很多条 却怎么也没看到他要找的那一种 萧石成说 那种鱼有点神秘 喜欢待在海底的珊瑚下面 而且它们牙齿锋利 能轻易地把鱼线咬断 想钓上来一条可没那么简单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鱼呢 萧石成在遇到他以后 又悟出了一个什么赚钱门道 让他2017年销售额达到700万元呢 20年前 18岁的广东小伙萧石成来到海南 成了一名渔民 每次出海少则半个月 多的时候要两个月才能上岸一次 每次上岸也只能待上一两天 对于当时年轻的萧石成来说 最让他无法忍受的 就是大海上的孤独 他还给这份孤独写了首诗 以船为家 以海为地 茫茫大海 风往浪大 精心动火 合一做伴 吃不安宁 睡不好觉 有病难医 有苦难事 以事隔绝 但以此为生 怎么样 这样的渔民生活 萧石成一过就是六年 但是2004年的一次靠岸 让他之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因为他认识了一位姑娘 一眼看到 哎哟 这小姑娘 怎么对我要放电 这就是萧石成心心念念的姑娘 她叫赵湘兰 是海南人 当时在三亚的一家餐馆当服务员 认识了靠岸休息的萧石成 俩人一见钟情 感觉这个男孩子比较和善 我就喜欢那种类型的嘛 2006年 他们结了婚 萧石成暗下决心 要结束海上漂泊的日子 在三亚留下来 2008年 萧石成一脚踏出渔船 他要上岸闯一闯 这里是三亚市第一农贸市场 也是萧石成上岸后创业的地方 他觉得自己十年里都在跟鱼打交道 对他们最熟悉 卖鱼应该不是啥难事 萧石成花了9000元钱 租下了这个水产摊位 但很快他就发现 事情没他想的那么简单 对于鱼 萧石成是个行家 不管什么样的鱼 他只要上手一颠 就能准确地知道 这条鱼有多重 本来有两千八 两千八 两千八一包让我吃的 这个是吗 这个是两千八 对 差不多有一斤 多少 差不多有一斤 一斤 酒两一斤 酒两或者一斤 一斤 一斤 带着这一份自信 水产摊开张了 他发现市场里卖小杂鱼的摊位很多 别人一个上午就能卖出上百斤 他照葫芦画条 也跟着进了几百斤的小杂鱼 结果很少有人找他买鱼 刚开始来嘛 然后也不懂怎么做 然后在鱼的价钱也不懂 可能销唯会贵了一点 然后拿上来又卖不到那个价钱 所以就会贵了一点 因为是市场里的新人 没有客户资源 水产摊半年里只赚了一千元钱 然而有一天 消失成的摊位忽然热闹了起来 甚至有人专门来找他买鱼 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大的变化 消失成说 全都是因为一种特别的鱼 就是那种鱼 让消失成扭窥为盈 到底是什么鱼呢 记者和消失成出海 已经过去了八个小时 却一直没见到他要找的鱼 就在吊船即将收完 最后一批鱼的时候 船舱里忽然发出了惊呼 终于找到我们就找到鱼 来了 这个 这个是吗 对 这就是你要找的 对 漂亮 这个鱼好漂亮 你看那个嘴巴 嘴巴像鸟的嘴巴一样 你看鱼精灵 这就是消失成要找的鱼 鹰嘴鱼 也被称为鹰鸽鱼 因为全身拥有蓝绿红黑等各种色彩 并且嘴型酷似鹦鹉而得名 它们胆小喜欢黑暗 海底的珊瑚群是它们最爱的居住环境 它们拥有一排锋利的大板牙 经常啃食珊瑚 海胆等坚硬的食物 在我国主要生活在海南 广东 浙江等地 别看鹰嘴鱼长相奇特 鱼肉却十分鲜美 2010年贪卫生意惨淡的时候 妻子赵湘兰给肖石成提了个建议 鹰嘴鱼在市场很少见 能不能试卖一下呢 但鹰嘴鱼的价格是小杂鱼的三倍 一斤就要30元钱 它心一横 大着胆子进了五六条 没想到许多顾客 被鹰嘴鱼奇特的外形吸引 都想买回去尝尝鲜 直到现在 还有人专门来挑这种鱼 买了几条 四条 带回北京去 我看你还坐着行李箱来了 一会儿要上飞机 直接就直接过来买 直接带走了 对对对 靠着鹰嘴鱼 消失成一个月 就卖了两万元钱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要想在市场里赚钱 就得卖别人没有的鱼 从那以后 大眼睛的将军甲 浑身鲜红的东兴斑 脑袋鼓鼓的拦珠齿鱼 他的摊位上 总能看到各种新奇的鱼 从卖鹰嘴鱼开始 消失成扭亏为盈 这也让他悟出了一个 赚钱的门道 让客户等于依赖 你依赖像这样的 因为他们需要 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你的产品 因为这样是有点特色 特色就是别人没有 你有这种 很吸引客户 消失成想让客户依赖他 所以他专挑别人 没有的鱼进货 品种多达四五十种 2012年 他摊位的销售额达到两百万元 他又开始琢磨着另一件事 他要让他的鱼游出市场 正是这个决定 让消失成的销售额猛增 2015年达到三百五十万元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三亚 海岛度假旅游胜地 2017年 近岛游客一千八百多万人 除了感受夜风海韵 来上一顿鲜美的海鲜大餐 也是许多游客 慕名而来的原因之一 别的地方你过去都是冻的 味道都变了 干润是不是鲜 我来尝尝鲜的 山村海味这就是海味 人生就要稍微享受一下 正因为如此 三亚的餐饮行业十分发达 消失成盯上的就是这块蛋糕 他要把自己的鱼 卖进当地的酒店 他要让酒店也依赖它 从它这里进货 但是它要怎么做呢 这里是三亚亚洲中心渔港 也是三亚市主要的水产交易码头 每天下午五点 出海的渔船 会在这里靠岸 今天消失成就要来这里进货 船刚回来了 船刚回来的 有什么鱼啊 什么鱼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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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了 看看了 看看有什么鱼 看看有什么鱼 什么鱼 刚回来的 刚回来的 来 看来 吃什么鱼 听说消失成来了 几个鱼船代理商赶紧过来 这些鱼船都是他们承包的 鱼由他们负责销售 他们喜欢消失成是因为消失成买鱼 有个特点 不讲价 目前贵的 贵一点 他不怕土地要好 他心度好的话 贵一点他都不怕 贵一点都不怕 主要是新鲜问题 新鲜的 心度好他就要了 跟人家不一样的 人家的就跟你讲价 他都心度好 他不跟你讲价 要多 消失成买鱼爽快 是为了跟这些鱼船代理商 拉近关系 长期合作 因此大伙都愿意把鱼 卖给消失成 鱼船一靠岸 他们会先给消失成打电话 不出一个小时 消失成准能出现在码头 因此他得了一个 响当当的外号 小灵通 小灵通 为什么叫小灵通 我们一般呢 因为他打过一碗的 这就消灵通 我马上来了 很灵通的 我们有鱼好了 他都不来 所以叫小灵通 他可能有 他这个人有一点 有点大脑有点灵通 不然的话 人家叫他做小灵通 因为他卖的鱼 可能市场上没有 还有 什么鱼啊 对对 人家没有的还有 他肯定卖了就行了 是不是 所以商业人 最近是找到这部 最经纸 我 我 你还挺佩服他呀 我佩服他 萧石成上了渔船 还要干一件事 挑鱼 渔船出海的时间 在两周左右 前几天捕捞上来的鱼 如果保存不当 质量就会有影响 而萧石成只挑最新鲜的 他只要最后三天 捕捞上来的鱼 当晚就把鱼拉回去 第二天一早 就能送到各大酒店 不光这样 萧石成还有个做法 跟当地其他水产经销商 不一样 别人都是就近 在三亚亚洲中心渔港采购 但萧石成不止在这里 海口文昌渔港 临水新村渔港等 海南的各个渔港 哪里有鱼 他就去哪里采购 本来我出海的时候 出海的话 我几乎哪个港口都有 有资源 所以我经过这很多其他 所以跟他们都不同了 萧石成之所以这么费心 是因为他早就琢磨过 酒店最看重的 就是鱼的新鲜度和品种丰富 最好能在一个经销商这里 就买其所需要的货 所以萧石成就用了这三招 成功抓住了酒店客户的心 让大家依赖他 从他这里进货 其实我们是探浪中的品质 在最主要的就是出水时间 从鱼输水到我们消费者 能看到他放到柜台上 他的时间是最短的 所以我们就义无反护地 选择了这家 做为我们的供应商 大部分我们就是吃个特色 然后没有的东西 他家基本都有 就是你想要的鱼 他能帮你设备得到 2015年 萧石成给酒店的供货量 达到四万斤 加上摊位零售 销售额达到三百五十万元 他乘胜追击 又想到了一个新招 靠着这个新招 他2017年的销售额 翻了一倍 达到了七百万元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015年11月 小石成突然开始四处找鱼 他还有个要求 要找大鱼 鱼越大越好 他要这么大的鱼 干什么用呢 钻过来 你钻过来 这条三个人都抬不动的鱼 是龙胆石斑鱼 记者很好奇 决定现场测量一下 这条鱼长一百四十八厘米 宽四十六厘米 重一百二十斤 光一张大嘴 就能放进去三个拳头 2015年 小石成就是找到了这样一条鱼 带着它出了海南 当时小石成带着这样一条鱼 去了上海参加亚洲果蔬博览会 大鱼一亮相 瞬间就吸引了许多客户 不少人想买一块尝尝鲜 但小石成却说 今天这鱼不卖 你需要的话 你加老板的微信 你多少钱你问老板 我们只有这样子 老板是谁 老板是我 那就加你的微信 加微信 那我就尽力客户了 那不用登场那里 如果是登场那里卖了 那他不用加老板的微信 那我就等于没有了 买了这一次 靠着这个小聪明 小石成的手机微信里 积攒了四千五百多个客户 原来他一直琢磨着 要让自己的鱼游出海南岛 把鱼卖到全国 靠着展会上的大鱼 小石成一炮而红 眼看大把的银子 就要赚到手了 可是有个更急切的问题 还在等着他 快递便宜 就你三天到了 不就坏了吗 是吧 人家不跟你保证 有的不坏 就是不怎么好吃了 当地商户往岛外发鱼 一般是将碎冰一层层铺在鱼上 用泡沫箱装好 送去空运或者发快递 三亚气候炎热 运输的路途稍微远一点 海鲜就很容易臭在路上 小石成觉得 要想牢牢抓住岛外的客户 让客户依赖他 就得保证 客户收到鱼时 是非常新鲜的 他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采访的时候 小石成从冷库里 拿出了两条 冻了半年的鱼 让记者看看 有什么不同 两条鱼品种一样 冻的时间也一样长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原来 左边这条鱼是用 普通冷冻的方式冻的 而右边则是用了微冻技术 小石成给记者 看了这么一台机器 为了找它 小石成跑遍了 全国各地的展会 这一台机器就要三十万元 它一咬牙也给买了回来 那么到底什么是微冻呢 我们通过就是液体的 这种传播的方式 让这个产品的 细胞的内外同时结晶 就是形成了一个动物体内的 每一个的小冰晶体 那这种小冰晶体呢 其实在运作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是保持了细胞的活性 有了微冻技术 小石成的鱼可以在运输途中 保鲜15天 到了消费者手里 从颜色到口感都不会改变 这成了它的核心竞争力 2017年 小石成公司的年销售额 达到了700万元 记者去采访的时候 正值南海的休逾期 按照农业部的规定 每年的5月1号到8月15号 属于了南海伏击休逾期 除了掉业之外的所有的遗传 都不得出海不易 我们的亚洲中心一港 每天大约有40条掉业船 出海作业 虽然到了休逾期 但客户对小石成的采购量 却没有减少 每天他都奔波在各个码头进货 休逾期的三个月 他预计要收15000金鱼 小石成告诉记者 在他的心里 其实还有一个藏了很久的梦想 还有最大的梦想 还是最大的努力 我们搞个海洋博物馆 就是让刚多的游客 来了解我们海洋的文化 小石成说 他爱鱼 更爱这片海 他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南海的生物 保护南海的资源 他要朝着这个目标乘风破浪 继续前行 为了做到让客户依赖他 小石成从鱼的品种 新鲜度 进货渠道 冷冻方式等多个方面去想办法 让客户只要买鱼 就能想到他 让客户满意 不如让客户依赖 他的经验值得借鉴 好的 肖石成的直播还在继续 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互动直播 就有机会获得由肖石成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下期节目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养了十几年鱼 从前一直是别人养什么 他也养什么 结果养啥啥赔钱 成了村民口中的倒霉阿强 2016年开始 他转变思路不再跟风 养上了一种一般人不敢养的鱼 他打破常规史怪招 用特殊的办法养出了特殊的鱼 看广东的黄帮墙 如何一招赚百万 从倒霉阿强 变成当地养鱼圈里的墙中墙